八十年代日本男星三浦有何 有多少人曾把他当作梦中男神三浦有何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出生于日本山梨县 他的姐姐中学时就是个小红人 经常自编自演话剧 毕业后辞去保险公司的工作 半只脚进入娱乐圈 这令三浦羡慕不已 三浦自幼热爱表演 中学时代曾和同学组乐队 后来结识了季野青智郎日文东京歌手 并在他的帮助下进入娱乐圈 八十年代中期 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日文电视连续剧学仪 引起过万人空向的轰动效应 产生了一代的光复性子粉丝 山口百慧的名字从此深入人心 三浦有何此后成为了百慧的御庸男主角 山口百慧与三浦有何在写意中 扮演一对生死相隔的绝命情侣 生活中却真的成了一对人人养现的幸福渊疆 并且随着这部剧的热度 二人的知名度大涨 其中以百慧的名字最为出名 他清纯的面容令人难以 忘怀 为了给未来一个美好的回忆 山口百慧与三浦有何在婚前合作主演了最后一部电影古度 作为百慧退出影谈的告别作 三浦一同以百慧的最终决定 他一直支持着心爱之人 可见这是绝世好男人 1980年11月19日 三浦有何如愿去了山口百慧 他们终于在现实生活中相爱相守 百慧更是放弃带给他无数荣耀的演艺事业 放弃了亿万热爱他的影迷 只为了三浦组建其魅力 三浦有何是日本影坛知名的电影明星 他的魅力一直未曾消退过 而在日本少女眼里 他是永远的白马王子 难怪山口百慧会对其倾心了 三浦则表示 和妻的百慧的相遇是一个奇迹 关于男神与女神的爱情故事令人厌谢 祝奇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完全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